現在我們在我們彰化西州順風飛行場的別途 你跟大家看 汪梁中的一片海 彰化西州順風飛行場變成淹水池 原本的飛機跑道都看不見 門口順風飛行場的牌子 周圍道路也都被淹沒 和之前還沒被暴漲 吸水侵襲前相比 淹水情況和範圍相當明顯 凱米颱風帶來大量雨水 導致濁水池暴漲 水淹順風飛行場 附近下水埔輸淨點 凌晨也傳出有兩人受困 25號凌晨4點多 受困民眾是第四河川管理局委託保全公司 派遣兩名保全到輸淨場查看機械和災情 但是遇到了暴漲吸水 來不及撤離 受困在輸淨點 相方隊員派遣了22人前往救援 更調動了挖土機 接觸到兩名保全之後 將他們救上岸 幸好都沒有受傷 順風飛行場位於彰化西州鄉 號稱全台最大飛行場 過去也曾發生過飛行意外 去年3月16號 一架鯊魚機墜毀 造成一名靈性教官和18歲的日籍學員 不幸罹難 同一年墜機事件幾個月後 順風飛行場出租場地給主辦方 舉辦彈射嘉年華賽車活動 發生著賽車失控衝出跑道翻覆的意外 幸好駕駛送醫沒有大礙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